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生活台 大家好很欢迎来到星期一的网上 就是朋友的节目了 今天的朋友当然都是我棉花梁创欠Miva 如果你想跟Miva一起交流交流了 还有今天有一个一位很有善心的女士 一起来谈这个宠物的情缘的话呢 欢迎来到我们朋友的节目 打电话过来或是SMS都可以的 我们看一看呢 在荧光幕上就是www.hlctv.net 也可以看到同步直播 为什么我有一些打困呢 不知道呢 可能今天有关于说猫猫狗狗啊 就好像最近了 因为我的宠物啊 我的狗狗啊 令到我真的也很头疼的 所以刚刚在街上溜狗啊 然后再赶回来了 我有些很热很热 然后很乱很乱 但是今天的我的嘉宾呢 就是一个很在养宠物很有心得的一位朋友啊 要介绍一下 记者呢可以打电话过来 或者是发信 SMS过来了 好 今天呢我们的朋友就是阿Jay 你好 你好你好 阿Jay 我知道有一些朋友呢 应该是昨天吧 对 可能在有这个节目都有看过 但是呢 但是要重新去介绍阿Jay 你是一位很宠爱这个动物的朋友 最喜欢是哪一种的动物呢 首先呢我以前十年前 十多年前呢 我不对宠物没有那么太大的喜欢的 因为我工作练习很繁忙啊 所以没有时间留意他们呢 没有打算会养他们呢 后来呢我跟我的男朋友呢 就是我现在的先生呢 在十多年前去搭单车去带步 就在街上看到有一些小法 他们卖小狗 有啊有啊 很便宜 便宜啊 以前很多很多 就是小返在街上去叫卖啊 然后很多人去围观 对啊 我小时候我只有看到很多很多 就是小伴 但是被那个小狗吸引啊 那小狗是塞尸狗 很可爱啊 那时候他们只有两个都越大 所以很可爱 那我的男朋友啊 他就哎呀不如我们一起养他们呢 就买了一只 起初了一只 他说哎呀很怕他慢了 所以呢我们回 转头再回去再买多一只 一男一女 转头再买啊 哎呀转头再买 转头再去确定再买一只 对啊对啊 就是配一双一对了 对啊对啊 一男一女了 哇 因为呃后来呢我们就呃 开始养宠物了 但养宠物的过程呢呃也有开心也有不开心了 呃因为呃开心了他们很活泼 很可爱啊 对啊他们呃通呃呃 走呃呃在屋子里里面玩得很开心了 呃呃我们看到他开心呢 我们也开心 vert 对啊就是deal 木屋中的一个这个 这个最最开心的一个经历 就是看她们玩自己也觉得开心 对啊 他逗你玩也开心 对啊对啊 最乐趣的 对啊跟他们一起就他们就像我们的呃孩子啊 后来买了差不多一个礼拜 然后其中有一只突然病了 病倒了 不吃什么东西都不吃 那我很快就带他去看医生 医生问我在哪里买了 我说在街上买了 跟那个小法买了 医生说那可能没有打 那个防疫症 后来他说挖了什么病呢 就是那个狗瘟 最常见的一些小狗狗 通常在没有什么预防之后 到了在家 通常就是一个星期就发出来了 对啊 那很危险 医生说他的生存的智慧不大 就看看我们的运气了 后来我们带他回家 喂药了 喂食物了 差不多没有睡觉了 很很很很小心 差不多一天一天恢复了 恢复了对啊 开始是吃东西了 开始自己去去小便 去厕所也很乖乖的 对了 开始活泼起来了 那我们就很开心了 其实你说有一只狗有狗瘟 但是应该是传染给另外一只啊 但是很奇怪我没有传染了 对啊 很幸运了 那可能我们发现得早了 两只就很快分开了 对了 所以我呼吁你们不要在街上买那个小狗啊 对对对 小猫啊 当然现在也很少见到 也差不多近十年我都没有看到在街上有这个小返去叫买 我没看到了 三个礼拜啊 我收到 也有啊 对啊 我收到有一些使民呢 他打电话给我们 叫我们去看看 在元朗的街市 大概很多人的地方呢 有一个老婆 他骑那个单车 单车上面呢 有那个小狗 有四只小狗 好好好 他要一千多块一只 哇 那么贵 对啊 那因为是那个金毛 金毛啊 哦 金毛 但是 那个堂狗跟金毛 小时候他们很难分别的出来的 哦 差不多一样的 所以他告诉你是金毛 可能你养了 慢慢baby之后呢 拖掉毛你就知道 他可能是堂狗了 对啊 对啊 但是也是很危险的 因为他们可能没有打这个防疫症 应该 对 白分白没有打的 对啊 然后你不知道他的处处 有些人也很怕 可能在另外的一些地方 去运过来 你不知道他的父母 他他的狗的父母是不是也有一些病 然后这个狗长 或者是他出生的地方 喂不喂 喂生 对 是否 对 然后去买 回来 然后你就很伤心 因为那只狗 可能跟你一个礼拜 他就走掉 对啊 嗯嗯 所以你你刚才说 那里两只狗都是 都很幸运地 呃 生存 现在 现在已经差不多16岁了 哇 还在啊 还在啊 那你很厉害 真的很厉害 因为 呃 爸爸妈妈也不不肯给我们买 都觉得哎 小朋友 怎么可能可以养一只狗一只猫 你害死他人了 都怕我害死他 所以我只是很开心去看 去摸摸他而已 对 所以呢 我想问一下我们的朋友啊 的所有的 呃 观众朋友 你有没有试过在街上 真的去买过 只是爽狗 但是有没有好像阿J一样 那么幸运 你的狗狗可以 真的16岁 真的不容易 对呀 现在他们老了 呃 只有睡觉 吃饭 去大小便 嗯 没有 跑动呢 也很很慢了 对 老婆婆 老公公了 对呀 已经是 但是他们有 有这个 做父母吗 呃 有没有生小孩 没有 差一点就 做了 差一点 对呀 我差不多 他们 三岁 所以才跟他们做那个鞠狱 守树 哦 因为有我其实其实我有三只三头狗的 哇 一头狗 第三头狗呢就是我的朋友 他说他的朋友去移民去了 没有人照顾他 这一只小狗就给我 那他的样子也很可爱呀 那我就带他回来了 回家 对呀 然后都现在还还在这只狗 对呀 对对对 因为这只狗呢 他生过了 我忘记跟他做局域 那时候十多年前我也不太认识局域的 对对对对 是什么东西来的 要开刀啊 也很危险啊 对他们 所以我们没有注意到 就是了有一天呢 我的姐姐来我的家里过年呢 她说 哎 为什么你的小狗那么肥了很多啊 是不是有孕呢 我是不可能了 因为他套下套下 很活泼 动作很大 脚步要晕 不可能 可能是肥了 肥半了 你很疼他 爱他 所以他吃 吃都胖了 对呀 很正常 对呀 但是第二天呢 我就跟我的姐姐说 有可能有晕了 因为他真的肥了很多 但是他肚子有浓浓腹 对呀 但是也很平均呢 比较小狗啦 是摩天希跟那个西斯的混壳 混壳 mix um 所以他很平均 没有特别的浓虚 所以我也没有注意到 但是我 我跟我姐姐说了 第二天带她去看医生 第二天一清早起来的时候 我打开他们的房子 我把他们放在另外的房子 三级一起住的 我看看地下有很多学 很多学 那我再看看 咦 为什么有一只小狗那么大 没复习 没复习死了 躺在地上 那我的另外的妈妈狗 它就很冷很冷 打阵 打阵 很害怕 它在另外的角落 反起的角落 那我 哎呀 这它生了 我太晚了才发现它有孕了 而且不止一只小狗 我带另外的角落 看到另外的一只 一直传白的 一直传咖啡色的 那我哎呀 原来 鞠狱 没有跟他们鞠狱 他们带 有孕了 我也没有发觉到 所以所有小狗 不能够生传 对了 不能 因为那时候 很冷 差不多十多年前 是最冷最冷的 零下二道 我住在团门 哇 更冷的地方 更冷了 所以我很相信 因为很吵齐了 第二天 我的爸爸也去世了 一起三条命 那你这一个是很香港 很香港 因为我爸爸也很疼 这头小狗的 我爸爸住在医院的时候 这个小狗也去医院 探我爸爸了 因为我爸爸 照顾这条小狗 差不多一个月 他们上去都很快乐 很有感情 很感情 所以我就想 可能这两头小狗 就去天堂 跟我爸爸一起了 陪他 快快乐乐 在天国当中 对了 祝福他们 对了 其实Jay呢 他是一个宠物 可以说是狂 是不是很狂热的分子了 他也是当一个猫义工 是吗 对了 他真的 可是 我觉得 做义工是很伟大 但是你做猫义工 更伟大 因为 很多人说 你帮人是应该的 但是帮一些动物 动物有什么加急呢 对我们人生来说 动物 好见的一条命 为什么你要牺牲你的时间 牺牲你的家人 牺牲你的事业 去喂猫猫狗狗呢 但是你有折分情操 你有这个很善良的心 被我们一般人都觉得一些没有加急的 你都看重这个生命 生命 很尊重这个生命 稍后时间我们再要再跟Jay去抢他 有他跟猫猫狗狗有什么的情缘 还是有什么的渊源等等 如果你们也想问一下 访问一下 不只是棉花去访问 我们所有的朋友也可以访问一下 Jay 也可以打电话过来 或者是你都是猫猫狗狗的 猫棚狗友的狂热粉丝 都可以打电话过来 打webcam webcam也很好 可以保持你的猫猫狗狗 或是你养乌龟 你养鱼 你养小鸟 都可以教制给我们去看看 见到他们很健康活泼的生活 我们一起来开心一下 好了 呼吁之后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今天有很多的问题 好多好朋友 白奶人家老棉嘉宾晚上好 我们今天的嘉宾就是Jay 阿总棉花大家好 宠物什么都好 哈哈 阿总你应该都是养宠物 今天我跟你 跟他们应该都是 宠物的狂热分子啦 嗯 2713 我家里有很多很多的宠物 呃 多得我女朋友 不是 她说 要谢谢她的女朋友啊 真的 我也 我也认识 有很多的朋友 她一个家 只是 她一个人住 呃 很少的地方 但是 她养了 13只猫 哇 啊 家 家想她14 14个人住 哇 我觉得你 你为什么 那么 那么疯狂 真的是疯狂 但是其实你呢 你家 就是你的屋子里面 有多少宠物呢 哦 不方便透露 对 假如我透露的时候 我的管理处呢 她 噓 不我久啊 因为我帮了 帮了很多次 啊 帮了很多次 对啊 投诉 投诉啊 因为有很多人呢 其实 呃 我们养宠物的人呢 也受到很大的压力啊 对 是是是 对啊 所以我们明天呢 要去那个湾仔 好 去呃 呃 有一个呃 呃 会议 就是呃 邀请所有养宠物的人呢 团体啊 去呃 去呃 商量 商量 呃 去医了 嗯 讨论 为什么我们 呃 经常收到那个投诉的信心啊 收到呃 管理区的 的 呃 投诉啦 收到 律师的信啊 说得很多 很多人 呃 渔户区啦 SPCA 呃 请什么是呃 呃 警察也来 啊 因为很多人呢 他不喜欢呃 宠物 他都觉得 啊 他们呃 有味道啊 嗯 有呃 呃 呃 草印啊 还有呃 很多呃 呃 病毒啊 病毒啊 他们觉得他们不清 清洁很呃 所以不喜欢呃 呃 尤其是现在很多的呃 呃 呃 留了 呃 公屋 公屋啊 呃 呃 私人物啊 物圈啊 也不许你们 不不不不 不许我 不容许 不容许 群养 养 宠物啊 还有那个呃 呃 呃呃 呃呃 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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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呢 也不许我 哦 圈物都不 不行啊 有很多圈物 他们会问 呃 你养多少只呀 呃 什么来的 呵呵呵 他们会问呃 因为他 养 宠物的人呢 嗯 很快去破坏他的屋子里面的 加息啊 屋子啊 所以很多限制了 所以我们明天一定要一起去了 八点钟去那个湾仔 去开会 一起来去了 你们听到就可以欢迎参加 欢迎所有的宠物的主人 一起来商讨一下 有什么的方法可以 同其他的人去和平共处 和平共处了 可以知道我们养宠物的权力 怎么样不是对抗 怎么样跟他们上处 对啊 所以说的对 你点了一个题就是 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主人 除了你养了一头生命 你要对它 要尊重它 你要养它一生一戏 这个是你的承诺 但是做一个好的主人 就是也要顾及其他人的一些 可能真的你的 你的隔壁的太太 她真的不喜欢的 但是你不是要跟她 要成太太跟你一样去喜欢 但是你可以跟她和平共处 你尽量不骚扰它去好好教育你的宠物 好像是养狗狗 你有这个主人的责任去训练你的狗狗 不吵吵闹闹 不太放下野 你可以有责任去训练它 训好它 叫它好像子女一样 有礼貌有家教 很多的小动物 因为妈妈只准我买一些真的 不是狗啊 狗因为太调皮了 猫也太大了 也不敢给我们姐妹去养 就是养小鸡 养小鸭 养过 养鲸鱼 养小鸟 养乌龟 我养个这几种 但是我养什么洗什么 哎呦 真的 小朋友真的不懂去去养 你不想像它洗的 但是它慢慢真的会洗 对啊对啊 我养猫也有这个经验 所以呢 猫狗更加不能够养 因为我觉得太可怕了 如果他们洗的话 我会哭崩溃了 所以呢 养狗都是我刚刚都是 我就年四月开始 养我医生人当中第一只狗 哦 它是Snausha Snausha Snausha 它叫沙冰 哦沙冰 这是我人生第一条狗 哇我觉得责任真的是很大很大很大 每天要从早到晚都要看着它 她也很调皮 Snausha真的是很调皮的一条狗 你要陪他玩的 当初我觉得 我心脑的工作 应该是很多主人都说 我心脑的工作 想养一只狗去斗我玩 但是我觉得不是的 是我斗他玩才是 所以我也很疼他 因为你是他妈妈啦 对啦 所以你要照顾他 对 所以很奇妙的感觉 就是好像母子一样 我就已经升级了身类 成为妈妈了 所以有种很奇怪的感觉 很伟大 对 伟大的感觉会出现 好 我们先收集一下 好的 广告时间了 回来之后呢 大家再讨论这个宠物情缘 我爱父母心 是每一个家庭应该支持的节目 我父名现在一定支持 只要一通电话 只要一顿饭 就是大家聚一下 大家关怀一下 父母就已经很开心 父母恩情此孩生 人生慕亡父母恩 请大家都孝顺我们的父母 做一个孝顺的人 一个关爱长者的节目 我爱父母心 周六晚上八点半播出 猪流感呢 其实是一个积极性的结病 在很多年以前呢 一直以来呢 都有零星的个案 就是说猪流感影响猪 但是一般来说呢 在往年这个情况呢 是正常的情况之下呢 在猪流感 它是一般是不会感染人类的 这一次的情况呢 有点特殊 那就是说 那种猪流感的病毒 可能通过 在猪身体里面 与人流感的病毒 进行一次重新洗牌 影响了它的基因排列 以后呢 让它获得了突破 猪和人之间的界限 可以传染人的那个能力 那么在进一步的话呢 它不单止可以从猪传染到人 我们现在是高度怀疑是 人传染 从人传染到人 就是人体之间的传染 社会上最具争议性的话题 大家最关心的健康资讯 专家学者提供第一手专业意见 观众参与互动讨论 建立健康生活 从今日开始 我觉得健康的生活的话 应该是 特别是女孩子 不要经常熬夜 要保持一个健康的心情 不要给自己压力 尽量很轻松 这样子过好每一天 我会平时多喝一些水 然后会多吃一些水果 还有 我觉得会主要以酥菜为主 平时吃东西吃菜的话 加油宠物 宝贝当家 从饲养 训练 到美容 健康 最无微不至的宠物宝典 宝贝 每周日晚八点半播出 一小时你能到多远 何必出家门 这里就能畅游三地无阻碍 一小时你能玩什么 在香港的茶餐厅 就是随速可见的 五种颜色的小红包 这里网络护港台 最正典的吃喝玩乐秘籍 一眼东西就是要很开心 从继续起 只要你将心爱的照片 影像 声音 或者音乐 上载到 iShare.hlctv.net 除了可以透过电视 互联网和观众 分享你的作品之外 你的作品还有机会赢得大奖 优胜者可以获得 有健康生活台 送出的丰富礼品一份 还不快点登入 iShare的世界 上载你心爱的作品吧 除了有健康的身体 还要有健康的生活 生活在健康中 就是健康生活 健康生活台 2010年全新节目 由你主导 请登陆www.hlctv.net 选择你最想看的电视节目 健康生活台 重视每位观众意见 香港 这个繁华又热闹的现代都市 却有相当一部分老人 过着寂寞的独居生活 他们大多住在 没有电梯的旧楼里 生活极其节俭 尽管早已习惯了一个人的世界 但他们脸上流露出来的盼望 与期待 却在空荡荡的房间里 悄悄蔓延 父母恩情此孩生 人生慕望父母恩 请大家都 孝顺我们的父母 做一个孝顺的人 一个关爱长者的节目 我爱父母心 周六晚上八点半播出